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您要一件礼物吧 我听大伙说呀 您自个儿在家做的这个糖葫芦特别好吃 是一绝活 哎呀 绝活可不敢说 但是我真做过糖葫芦 哦 怎么样呢 这里头有几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糖熬不好 火候难掌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蘸 我蘸的是什么情况呢 要不就是糖不忘那个果子上沾 要不就是一下把那果皮都给蘸下来了 所以你说我做过糖葫芦 确实做过 你刚才说我做的好 我真是做过 不会做 做的不是太好 你看这个糖葫芦 确实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啊 除了它的这种酸酸甜甜的诱人的味道之外呢 更多的是我们对儿史的一份记忆 那么今天的这个发明项目呢 就与糖葫芦有关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糖葫芦 糖葫芦 一种老少咸宜的传统小吃 相传起源于南宋的宫廷 也有的说是起源于清朝的豫王府 无论出身血统多么高贵 也抵挡不住 它飞入寻常百姓家 成为许多人魂牵梦营 难以忘怀的美食 说到糖葫芦 人们总惯以老北京的称谓 其实在全国很多地方 糖葫芦都以不同的称谓存在着 在天津被称为糖堆 在安徽则被称作糖球 虽然是小吃 但制作糖葫芦的工艺却不简单 尤其是讲究的北京人 更是处处透着学问 那么正宗的糖葫芦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时至春末 街上已经难觅糖葫芦的踪影 几经辗转 记者终于找到了一处还在售买糖葫芦的地方 糖葫芦好吃 可是这熬糖却难倒了许多人 所以喜欢吃的人只好买着吃 那么熬糖真的有这么复杂吗 师傅 您好 我看您这生意挺兴隆的呀 这平时一天得做多少啊 一天做一百多串吧 就做一百多串 我看那么多人买 您做一百多串够卖吗 一百多串就够我瘦的了 够您瘦的了 我看做糖葫芦挺简单 有这么麻烦吗 我们这个一般还得穿 一般还得看上锅 这挺累的一边 这个锅自己在这熬这糖不就行了 这也不行 这糖每天都就和了掉 您这个一边还得搅和 对对对 这不搅和的话 它就沾锅了 对 就沾锅了就 做糖葫芦的关键在于熬糖 火候不到糖就不脆 火候过了又会焦糊 为了把握火候 师傅要随时观察糖的变化 适时的搅拌 使糖浆可以均匀受热 那要不然您教教我 让我学学我看看 行 没问题 师傅咱第一步先做什么 先把这个糖倒在锅里 这准备好的冰糖 好嘞 记者兴致勃勃地和师傅学起了熬糖 正宗的糖葫芦是冰糖做的 在锅中加入冰糖 再加入适量的水 就可以熬糖了 师傅您看我这样的脚行吗 您这样的脚不行 不行啊 对 需要顺着这样 顺着锅边咬 一直这样去开个边 这样一直不停地搅 一直不停地搅 对对对 就这样的 哦 哎呀 您看您这手离开了 我感觉这个力道马上就不一样了 为了保证糖水能够均匀受热 需要进行搅拌 对师傅来说 什么时间搅拌 全凭经验 而记者把握不了时机 干脆就一直搅拌 熬糖得多长时间啊 得四十多分钟 四十多分钟呢 又得不停地这么搅 是吧 熬糖的过程需要四十分钟 一想到四十分钟 都要重复一个动作 记者暗暗叫苦 特别的枯燥 几碗就好了 怪不得你每天只做一百串呢 这样干下去 是挺没有意思的啊 熬糖的过程漫长而枯燥 对于普通人来说 除了要有耐心 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 因为这恰当的火候 往往转瞬即逝 说话的功夫 糖已经熬好了 记者一愣神 糖已经有些过火了 师傅赶忙让记者 把锅端起来 降降温度 那现在咱们做什么 咱们这个 需要蘸糖糊 蘸 怎么蘸 这样啊 哦 拴一圈 拴完了以后啊 然后来放在案板上 这样 放在这个位置 拉一下 就行 哦 山楂在里面裹一下 来 我来试一下 这样 一拉 这个好粘呀 反了 山楂在糖浆里滚一下 就裹上了糖衣 蘸糖 将就包而均匀 要做到这一点 并不容易 小手一抖 不是糖太多 就是糖太少 哎 这样就好了 是吗 呵 这还挺烫的 不小心又烫着手了 您这是 平时也会烫到手吧 这不小心一下子 哦 好 我再来一个 在师傅的指点下 记者也做出了糖葫芦 你看我这做的怎么样 这个行 没问题 虽然得到了师傅的夸奖 可记者做的糖葫芦 恐怕卖不出去 有的裹了许多糖 有的还没有完全沾上糖 这下记者体会到了 做糖葫芦的不容易 要控制火后 没有丰富的经验 很容易熬糊 在站堂的过程中 如何能让糖薄厚轩 形色俱佳 也非一日之功 正当记者感慨师傅的辛苦时 一个不速之客 闯进了记者的视线 买糖葫芦了 又来了 这次要多少 这次来十个吧 来十个 你那记者都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改天拿来让您看看 你们这记者能行吗 还可以 您帮我试试吧 指点指点 行啊 没问题 拿完咱们头多了 好 师傅那我走啊 你先往上 师傅我看你这生意挺好 那小伙子下买十串呢 他每天都来 每天都来 对对对 他这么爱吃糖葫芦啊 他吃糖葫芦是为了研究 研究 糖葫芦有什么可以研究的 他要做一个糖葫芦 糖葫芦机 对啊 他能做成吗 我觉得够呛 那个 听师傅说 这个小伙子在研究 做糖葫芦的机器 虽然从师傅的语气中 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但是记者还是决定追上去 您好 等一等 您好 您好 等一下 您好 我是我爱发明栏目的 听说您做了一堂葫芦机 现在做好了吗 现在已经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 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您跟我走吧 好的好的 发明人高子絮 发明项目 糖葫芦机 他叫高子絮 是一个80后 走出校园 走向社会 他梦想着 能够闯出一番 自己的天地 愤怒 可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该从哪里做起呢 思考了一番 一个从小到大 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想法 渐渐浮上心头 小时候的高子絮 体弱多病 不能去上学 不能出去玩 小小的他 常常孤独而痛苦 妈妈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每每这时 妈妈总会做糖葫芦给他吃 这甜甜的味道 和暖暖的爱意 是他心底最美好的记忆 长大以后的他 离开了家 到外地求学工作 小时候 妈妈做的糖葫芦 时常让他回味 有时间 他也努力 回忆妈妈的手艺 希望做出妈妈的味道 可是每次尝试 都是手忙脚乱 几经失败 让他有了思考 糖葫芦好不好吃 关键在火候 如果制作一个装置 能够让糖直接达到做糖葫芦的温度 那不就免去了手工熬糖的烦恼吗 有了想法 高子序天天跑去 卖糖葫芦的师傅那里 观察师傅熬糖的方法 又买来许多糖葫芦 寻找最好的口感 一来而去 大家都知道 高子序研究糖葫芦机的事情了 虽然高子序告诉我们 机器已经做好了 但是这机器长什么样 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 谁也不清楚 我们还是跟着他 去一探究竟吧 看 这就是我做的糖葫芦机 这是您做的糖葫芦机 我看它跟师傅的那个锅 也没有什么区别呀 初见高子序的发明 记者有些纳闷 这不就是师傅熬糖的锅吗 怎么能说是个机器呢 高子序 不会再骗人吧 外观上是没有区别 但是其实它就已经经过程序的控制了 高子序解释说 虽然外观没变 可是它的内部结构大为不同 通过研究 他发现 要做出香脆糖衣 温度要控制在一定的区间内 在这个温度区间内 糖葫芦的口感最好 他想到如果设计一个加温程序 让温度快速达到最适合做糖葫芦的温度 这样既缩短了熬制时间 又不用时时搅拌 还不需要什么经验 真是一举三得呀 事实真的如他所说吗 你看这个现在它已经冒出很密的那个泡 而且现在这空气里面都有这个糖的香味了 是不是现在这个温度已经可以了 现在的温度还不够 这个状态算出来糖葫芦是什么样子的 这状态 不是那个温度葫芦的样子 对对对 它现在就是粘的 没办法是脆的 咱们试一下好了 好的好的 现在来算一份糖葫芦 你算糖葫芦的这个方法跟师傅的是一样的 对是的 看起来糖葫芦是这样的 但是你看这些糖是拉姿的 哦 对 这就是所以是粘的 对 是没办法 就非常粘牙 是不好吃的 新奇的记者看到糖浆冒起了小泡泡 生怕错过了做糖葫芦的时机 这时的糖浆还很轻 像水一样 并不能完全包裹在山楂上 看来还是要再耐心等上一会儿了 都变绿了 现在就可以算了是吧 是的 现在唯一就算糖葫芦了 好期待呀 现在这空气里都是那么香味 可以吧 可以吧 这是刚才出来的糖葫芦 好 好我继续转 好 这个来拿一下吧 好的 你这个能有师傅的那个口感吗 没问题啊 那先不要说大话 咱们到时候尝一下 好的 看到只是灯变绿 说明温度已经到了 那么真的像高子序设想的那样 温度到了就能做出好吃的糖葫芦吗 好像看起来是很脆的 来尝一尝吧 好 看看有没有那个师傅做的那个口感 好的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我来尝一下 嚼起来很脆 味道还可以 这个参加酸酸甜甜的 感觉挺像师傅做的那个味道 但是就是感觉你这个脉象好像不如师傅做的那么好 是不是你的这个手艺还不太熟 对对我的手艺更不熟 嗯 非常脆 这样吧 师傅也知道你在做这个机械 要不然咱们拿去给师傅看一下 给他来评探一下 肯定有人家专业 好吗 可以 师傅 您好 我们又来了 我昨天看了一下 他这个真的能做出糖葫芦了 那什么呀 那是 这不跟我这一样吗 长得差不多 但是更加简单了 您熬糖的过程 就不用您手工去搅了 他这自动就熬好了 那不可能的事 我不信那个 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 你要不要给师傅看看 师傅 我给您展示一下 您帮我知道 我倒挺忙的 我觉得您可以试试 您现在挺忙的 就因为熬糖的过程 您得看着 我这全自动的 如果用这支器之后 你只去卖糖葫芦就行了 做糖葫芦 它就帮你搞定了 全自动的 这行吗 行了 师傅要不然您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做一个给您看看 反正您也要做糖葫芦 让他也做一锅 然后您也做一锅 您看看他这个成不成 您再下这个结论 好不好 行 行 咱试试吧 高子旅满怀热情 到师傅这儿 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俗话说 随上眉毛 办事不劳 师傅对高子旅 和他的机器 实在不感冒 也难怪 毕竟这机器 从外表上看 和师傅的没什么两样 仅仅设置了 自动的加温程序 就能做出糖葫芦来 这不是在吹牛 说大话吗 师傅不屑一顾 高子旅就自己动手 不知场地 即便看起来简单 也是自己一点一滴 做出来的 一定要来个完美的亮相 师傅 我准备好了 师傅他就准备好了 要不然 您就给他一机会 让他展示一下 看看 行 来吧 那准备好 咱们就开始了 好吗 来 一二三 开始 好 虽说只是和师傅 同时制作一锅糖葫芦 高子旅可在心中 暗暗把这 当成了一场较量 一定要让师傅福气 他迅速地完成准备工作 只等着程序启动了 师傅这边不慌不忙 颇有风范 这些工序 已经重复过无数遍了 这个矛头小伙 简直是扳门弄斧 开了机 高子旅这边 就一身轻松了 只等时间一到 糖浆就自动熬好了 师傅 你看我这 什么都不用管 你这还得搅 你这行啊 行啊 这个东西 什么都不用管 我觉得不行 看看吧 肯定没问题的 你看我这多清闲啊 你这一直得搅 面对高子旅的挑战 师傅并不着急 把奸进 传统手艺 靠的旧式经验和功夫 只有功夫到了 才能做出地道的美味 让人奇特的行为 吸引来了好奇的路人 这是什么呀 这是自动做糖葫芦的机器 没见过吧 没见过 你们爱吃糖葫芦吗 爱吃啊 会做吗 不会做 有这机器了 就可以完全自己做 特别简单 根本都不用人看着 我之前建的不是这样的呀 之前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那个师傅那边的 一直用手熬来熬去的 像这个它就自动熬了 那你先上给我们说一个 好吧 好的 你稍等一会 一会就让你去 好 好 高子旅热情地向姑娘们 介绍着自己的发明 大家也对这个新玩意儿 充满了好奇 那么大家又会怎样评价 这个新发明呢 您好 您看到它那个糖葫芦鸡的 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还行吧 不怎么样吧 为什么这么说呀 要是可以做出来的话 那以前的老师傅 这么多年了 早就发明出一个这个 做糖葫芦的机器 虽然吸引来了姑娘 可高子旅和他的机器 并不被看好 这多少让他有些失落 不一会儿 好奇的人们 就把高子旅团团围住 听他介绍自己的新发明 看到大家感兴趣 高子旅十分兴奋 和高子旅相比 师傅这边就要冷清许多了 看着大家都对高子旅感兴趣 师傅心里并不着急 毕竟这一代 他做糖葫芦的技法 无人能敌 正当师傅不慌不忙时 让他没想到的事情 发生了 火热好了 好了 大家看一下 今天这种奇迹的时刻 到了 我会 好 第一串 这直接这样吃 拿着 糖葫芦出锅了 大家看着更好奇了 不知道这个新玩意儿 做出的糖葫芦是个什么味道 看起来还是挺诱人的 经营剔透的糖葫芦 越看越想咬一口 可就在大家等着糖葫芦冷却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糊了 糊了 哎呀 怎么糊了 哎呀 你这都有糊了 笑笑笑 别碰了 赶紧算电吧 糊了 糊了 怎么糊了呢 打开了 这还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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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不是这样 糊了 看着糖熬成了焦黑色 大家也没了品尝的兴致 高子序和机器这么不靠谱 做出的糖葫芦 说不定有什么问题 说不定有什么问题呢 还是别吃了 大家扫兴的离开 留下刚才还信心满满的高子序 有些发懵 哎 你这个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哎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在家都不是这样啊 对 在家做的还挺好的 也没有出现 这糖是已经熬过火了 对吗 对 糖也就完全都糊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可能是吧 在家的时候做的少 这个做的多 这样也没来得及 所以就会 那你这个锅等于说 我只能少量的做 做多了就不行了 嗯 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黄老师您看 发明人呢 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啊 确实呢 还是在这个 糖熙的这个问题上啊 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我们看到 他把这个糖给熬糊了 熬糊了 是 这个平时咱们在家里做的时候 也挺难掌握火候的 对 他呢 在一边熬糖的过程当中呢 还一边蘸糖糊了 这时候呢 他对火的控制 就有点顾不过来 嗯 我觉得这个事呢 应该好解决 我在这儿做了一个小的电路 嗯 我现在如果把这个灯 接通 嗯 那我们看到灯就亮了 对 如果说这就是电炉子 这就给糖去加热 嗯 长时间的加热 就会把这个糖给熬糊了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小的装置 给它放到它的上边 哎 那这个装置到底做什么用啊 这个装置呢 它就是一个开关 嗯 这个开关呢 跟灯是串在一起的 哦 所以我们 看它搁上以后 这个灯呢 会把它给烧热 嗯 你看看 待会儿就会出现现象了 它要烧热了以后 它这个开关能够自动的断开 感应装置 哎 它是一种感应热 哦 就是说热来控制开关 呦 灭了吧 灭了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温度它感觉到高了 对 它就要来控制这个温度 控制了 所以啊 它就是一个小帮手 专门给开火了 对于火盒的控制 师傅一般靠改变锅与火的距离 站堂时 把锅端离火源 若糖冷了 再重新放上去 可是 这一端一放 全凭经验 站堂时 高子旭也把锅端起来 可是动作不熟 手忙脚乱 两只手都不够用 更没有心思注意 程序还在加热了 温度慢慢上升 锅里的糖就熬糊了 那么 怎么能让糖将在适当的温度 停止加热 并且保持一段时间 既不冷却 也不过热 同时又能让站堂的过程快速简单 高子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你现在在穿泡是吗 那你的糖葫芦呢 我的糖葫芦在这儿啊 是这个吗 大不一样了 对 我看这个跟以前那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能做糖葫芦 对呀 这个可以做糖葫芦 可是人家传统的都是用锅做的 你这个怎么做呀 我是把电路板和这个外壳 包括这个加热管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它是现在是四臂加热 四臂加热糖会受热更均匀 这个内打是竖直的 这样的一个内打呢 就是糖葫芦放进去的时候 糖的叶面会上升 这样呢 糖就可以占更多的糖葫芦 新设计的机器采用四周围绕的加热方式 糖将在其中均匀受热 历史的加热内打在山楂串进入时 叶面自然抬升 糖浆将其包裹 这样占糖就变得很简单 糖浆熬好 自动转为保温模式 就不会出现糊锅的现象了 全新结构的糖葫芦机 改变了加热方式和占糖方法 那么这一次能不能做出美味可口的糖葫芦呢 加好冰糖和水 接通电源 要做的只是静静的等待 糖将熬好 好 这个灯现在已经变绿了 就变了 然后就可以涮了 现在怎么涮呢 就是拿穿好的山楂涮 然后放进去 这样它的叶面会上升 你看着啊 这种机器这个时刻来了 好期待啊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长 没问题 这第一串已经好了 只见高子序将穿好的山楂 在机器中一站 再转一转 香甜的糖浆就均匀的裹在了山楂上 这个过程十分简单 即便从没有做过糖葫芦的人 也可以将糖衣裹得薄而均匀 这下就不用担心 不会蘸糖的烦恼了 蘸糖的问题解决了 这糖的火候是不是熬制的刚刚好呢 感觉已经凉了 可以吃了吗 我都等不及了 尝一尝吧 那我尝一下 嗯 这个冰糖很脆 咬了一口是咔嚓一声 对 非常的清脆 而且这个甜度也刚刚好 一点也不沾牙 感觉怎么样 感觉味道不错 我再来一口 饭 机器做出的糖葫芦 糖衣香脆可口 甜度适宜 在蘸糖的过程中 也没有出现热糊锅的见像 这让记者连连点头 要不然咱们去找师傅 再让他看一下 人家能给你看吗 上次都搞砸了 师傅挺不认可的 嗯 我觉得这次可以试一次 这个应该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吗 真的没问题啊 你有这个信心 咱们试试吧 师傅 你又来了啊 我又重新设计了变糖葫芦 您再帮我看看吧 你那上次做糊了 你那根本就不行 这回真没问题了 已经都感激过了 肯定没问题 有了上次失败的经历 师傅已经懒得理高子趣了 可是执拗的他不肯走 一定要让师傅再试一次 这次已经感激过了 肯定没问题了 师傅要不然您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做一个给您看看 呃 今天肯定是不行了 你这样吧 明天我去学校给他们做展示 你要想去的话 可以联系找我 这一次可是当众展示 有过失败经历的高子趣 还敢再去应战吗 都说天堂 不二三 哎 您来了 您来了 哎 妈在这啊 狗师傅 您昨天不是说好了 咱们一块来学校 比试比试啊 你还要跟我比试比试啊 是啊 你还要跟我比试啊 你必须得比试啊 行 懂吧 好啊 懂 这是一所亲子培训学校 小朋友和家长可以在这里学习各种传统美食的制作 今天师傅将在这里为大家表演传统冰糖葫芦的制作 而高子趣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新机器 那么我们现在有请两位神秘的嘉宾为咱们的小朋友做冰糖葫芦好不好 好 小朋友们有掌声来欢迎他们好不好 好 小朋友们好 我是藏葫芦超人 佛叔叔 叔叔 小朋友好 我是藏葫芦蝙蝙 高叔叔 叔叔 小朋友们 我们两位神秘的叔叔 已经来到现场了 那么我们希望期待两位神秘的叔叔 给咱们做冰糖葫芦啊 是 好期待 那么我现在呢 手里有两个颜色的花 我们要是支持高叔叔的话就投红色的 如果要是支持国叔叔的 那么我们投粉色的好不好 好 那么我现在给小朋友们去发这个花朵 然后到哪个小朋友跟巧的时候呢 你们就要告诉我你们要哪个花 好吧 好 你喜欢哪个叔叔呢 叔叔 高叔叔是吧 红色的花 你喜欢薄叔叔还是高叔叔的 高叔叔 红色的花 你喜欢哪个叔叔 薄叔 那你拿这个粉色的花 小朋友看你拿了一盘金色的花 你拿高叔叔的就好 是 但是你以前见过这个卡丁多长 哎呦 从来没见过 那你为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么兴趣啊 高客气啊 你得开吃 这个 高客气啊 你得开吃 高客气啊 像我认识的 还好 喜欢啊 觉得高客气这个东西 像我认识的 清晰的 我还以为我们喝过去 宝贝我看你拿了一个红色的花 你是支持高叔叔是吗 是 为什么呀 因为高科铁而且高叔叔就很高 那大家有没有支持博叔叔的 有 这个小朋友 你支持博叔叔是吗 为什么呀 因为穿起来 因为现代机器更好吃 为什么要更好吃呀 因为更好吃的 你是吃过这个传统做的吗 所以你原来博叔叔做的要更好吃对吗 对 那你就拿来一只粉色吃吃博叔叔 那你给博叔叔加加油好不好 好 你行了 弄油 那么我们就让两个神秘的叔叔给咱们做冰糖葫芦好不好 好 一边是传统手艺高超的博叔叔 一边是代表高科技的高叔叔 究竟谁能做出最好吃的糖葫芦呢 加油 加油 小朋友们热情的支持 让两位糖葫芦叔叔都精神抖擞 使出浑身解数 遵循传统工艺的郭师傅 还研习着自己的老做法 而高子序的新机器不用额外操作 只要等待糖浆熬好就可以了 前来无事的高子序 干脆扮演了一回糖葫芦师傅 教小朋友 穿起了糖葫芦 大家都吃过糖葫芦 大家都会做吗 会 你看我那个机器现在正在做糖葫芦 然后我来教大家穿糖葫芦好不好 好 喜不喜欢学 喜欢 来来来 都错过了 赶紧一块弄 小朋友们兴致勃勃地学起来穿山楂 一直忙碌着的郭师傅 也忍不住往这边看 看到小朋友喜欢学习做糖葫芦 郭师傅心里很高兴 不过小朋友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不一会儿他们就发现了 比穿山楂更有意思的事 这可大事不妙 再这样下去 还没等糖熬好 食材都要被吃光了 郭师傅这边 糖已经冒起了泡泡 看来胜利在望 正当郭师傅有些人意 高子序却占了出来 现在就可以做糖葫芦了 我去给大家做好不好 好啊 郭师傅还在奋力熬糖 高子序这边的糖葫芦已经出锅了 糖一晶晶亮 透着诱人的香味 小朋友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紧张吗 好了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可以拿着 够够 因为你表现好玩 不要夹着我自己 注意一下 小朋友好不好吃啊 好吃 你不喜欢 这是高叔叔啊 吃糖肉 什么小朋友 好吃 和你平时吃的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因为这个特别甜又热 平常吃的那个甜 不甜 这个很甜是吗 和你平时吃的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这个 你平常吃的又要甜 你平常吃的要甜是吗 那你更喜欢哪个口味啊 喜欢这个是吗 机器做的糖葫芦又香又甜 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这让郭师傅有些着急 原本是来展示自己的手艺 一不小心 让高子序抢了风头 郭师傅赶快站堂 想把人气重新聚集到自己这里 对于郭叔叔辛苦制作的糖葫芦 大家又会怎么评价呢 可能是太心急 乱了阵脚 郭师傅做的糖葫芦 没有控制好火 简然没能让挑剔的小朋友满意 郭师傅 现在我们已经吃过高叔叔和郭叔叔做的糖葫芦了 对不对 对 你们希望高叔叔已经有选好的糖葫芦的收拾了 那么现在我们拿起手中的花朵 然后去献给你们相应的叔叔好不好 好 谢谢我呢 谢谢我 这一次高子序赢得了大部分小朋友的支持 这让郭师傅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郭师傅 您这是收摊了是吧 今天您看就两个小朋友支持您 今天发挥失常了 发挥失常 您会不会心里面觉得有点失落呀 还行吧 毕竟这是一个传统工艺 大家伙都喜欢那个味儿 它这鸡能做好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对 这个手艺能沿上去就行 对于失败 郭师傅还是很大度 不管是机器还是手工 只要能让小朋友们喜欢糖葫芦 让这个味道传承下去 他的心里就满足了 高老师 我觉得你这个冰糖葫芦鸡做的冰糖葫芦超级好吃 那能不能把这个冰糖葫芦鸡借我们用呢 没问题啊 太感谢 太感谢您了 好 谢谢 对于高子絮的糖葫芦鸡 培训班的老师可是非常喜欢 这让出场成功滋味的高子絮非常高兴 可是好景不长 不久 培训班的老师给高子絮打来了电话 高老师你快拿回去吧 这个冰糖葫芦鸡都已经糊了 您是怎么做的呢 能告诉我吗 我就是放糖放进去然后让它熬 什么糖 我用的是家里那种白糖 是棉白糖吗 对就是棉白糖 这个糖葫芦鸡是拿冰糖设计的 所以只能用冰糖 我家里就是这种家用的白糖 然后也没有这个东西 要不然你就拿回去吧 好的好的 那我拿回去再研究研究再看看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那您慢走 拜拜 考虑到正宗的糖葫芦是用冰糖做的 研发之初高子絮研究了冰糖的温度变化规律 设定了加热程序 可是没有想到在实际使用时 大家还会使用别的种类的糖 虽说都是糖 可是它们的温度点还是有所不同的 达到冰糖的温度点 很可能就让棉白糖熬糊了 正是这小小的差别 让高子絮的糖葫芦鸡 功亏一篑 努力了这么久 结果还是失败 还要不要再努力下去 高子絮的内心也充满了彷徨 沮丧的高子絮不经意地打开抽屉 一幅小心珍藏的画映入了他的眼帘 小时候的高子絮 心灵手巧 经常自己动手 做些小东西 经常生病在家 让他感到孤独自卑 唯一能使他开心的 就是妈妈做的糖葫芦 那时他就想 要是有一个会做糖葫芦的机器人 不就可以随时吃到糖葫芦了吗 心冲冲的高子絮 把自己的作品拿到外面 他想 小朋友们要是看到了 一定会夸他了不起 一个天天待在床上 什么也做不了的家伙 还想做什么糖葫芦机器人 真是太可笑了 小朋友的举动 让高子絮又害怕又委屈 他默默地捡起碎片 小心地把它们粘好 从那时起 做糖葫芦机器人的想法 就在他的心底扎下了根 他一定要证明给别人看 我不是什么都干不了 总有一天 我也会成功的 擦干眼泪 高子絮决定 一定要坚持下去 通过深入研究 糖的温度变化规律 高子絮发现 虽然各种糖 有着各自的最佳温度点 但是它们大体在一个区间内 如果将加热程序 设计成可调节的形式 那不就可以兼容 大部分糖了吗 为了验证机器的效果 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自己的机器 高子絮将机器摆到了广场上 让大家来选择不同的糖 品尝不同糖做出的糖葫芦 机器摆了大半天 广场上的人来来往往 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眼 这可急坏了高子絮 高子絮想不明白 自己的糖葫芦机 怎么会无人问津 现场做糖葫芦 不要碰到的 可以 这都怎么做呀 做什么口味的呢 这种糖 所有的糖都可以做 喜欢的一种 可以直接吃糖吗 它可以做糖葫芦 一会儿就 现场就可以让你们吃 要不你们到一会儿看一看 好 吃汪糖的 好 吃汪糖的 吃汪糖 小朋友们七嘴八舌 选择自己喜欢的糖 这个机器真好玩 不知道做出的糖葫芦 味道怎么样 现场做糖葫芦 是发明了一个糖葫芦 吃过吗 什么糖的可以 什么糖都可以 这个糖可以吗 这样的 我可以试试 我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是啊 你给我几块吧 我拿几块 听高子絮说 可以用各种糖做糖葫芦 小伙子拿出了水果糖 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做出水果味的糖葫芦 还是高子絮在吹牛 再加水了 哎呦 搁点水 加水 加水 把糖葫芦给打过去 我们的焦糖味 对 焦糖的味道 小朋友看啊 这东西已经变绿了 可以做糖葫芦 马上就可以了 看着 是绿的 大王贵 哇 哇 哇 山楂 哇塞 大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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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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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个糖葫芦 甩了 甩辣了 一会儿凉了就可以吃了 来帮忙插到那上面去 来了 看着 你把糖葫芦 哇 洪红的山楂在机器里转了一圈 就裹上了晶莹的糖衣 大家纷纷把手中的食材递给高子絮 让他赶快也让自己的食材大变身 不同的糖成熟的温度不同 一种糖蘸完高子絮又换另一种 不同的糖熬出的糖浆 都是浅浅的金黄色 从外观上并不能看出它们的区别 那么口感上会有什么区别吗 吃不好吃吗 好吃 就跟麦顿的糖葫芦一样 脆吗 脆挺脆的 甜不甜 甜 好吃吗小朋友 好吃 甜吗 甜 跟你平时吃的糖葫芦一样吗 比那个好吃 比那个好吃是吧 甜的好吃吗 我拿糖和它一起 去吧 换着它一次 然后拿着 它就是一样 好不好吃 你这个是用什么糖做的 水果糖 水果糖 你吃的什么味道 外面的糖有点那个香蕉的味道 有点香蕉味的 你以前吃过这种口味的吗 没有 第一次吃 除了这串水果糖做的糖葫芦 从口感上 大家已经分不出是什么糖做的了 唯一的感觉就是香甜 并没有出现胡糖的现象 高子旭的心里终于松了口气 小事伸手获得成功 这让高子旭深受鼓舞 他想到把自己的发明发布到网上 没想到信息一发布 就得到了网友热情的回应 为了让大家亲眼见证糖葫芦鸡的效果 高子旭决定组织一次聚会 让网友能够亲身体验一把 机器做糖葫芦 约定好的时间 高子旭早早就来到了约定地点布置 摆好机器 放上各种口味的糖 他想让网友随心搭配 品尝一下与众不同的糖葫芦 一切准备就绪 可是新的问题来了 左等右等也不见有人来 这让高子旭内心有些焦急 莫非网友失约了 他们还会来吗 你好你好 啊是我是高子旭 网友从四面八方赶来 高子旭的心里乐开了花 网友们可不是空着手来的 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食材 目的嘛 当然是为了考验机器 我看你之前准备的就是山楂的 对 我准备的山楂的 但是大家带了好多好多的食材 是的 你有没有想到 我都没有想到 但是我相信都可以的 都可以 你以前试过这些吗 没有试过 从来没试过 对 你就觉得能行啊 我觉得能行 为什么呢 因为原理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的 都是可以做 那待会咱们看一下效果 没问题啊 你看大家可是都从老远的来了 万一做不出来 我现在不会让大家失望 好 那就看你的表现 好的 好的 现在轮到高子序 好好表现了 红彤彤的山楂 裹着亮晶晶的糖衣 十分诱人 看到高叔叔这边 已经开始站糖了 小朋友们纷纷围了过来 我看好多次 哇哦 哇哦 漂亮不 漂亮不 等一会儿 现在烫 烫 烫 亮了一下 亮一下 我怕烫到你 哇哦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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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糖葫芦 我的糖葫芦 凉了 凉了 马上就可以吃了 糖葫芦 我的糖葫芦 糖葫芦 糖葫芦 我的糖葫芦 你好微妇啊 看起来 小朋友不断地把穿好的水果拿给高子去 看高叔叔怎么给他们穿上香甜的外衣 高叔叔的机器太有趣了 水果一进去就能裹上香甜的外衣 漂亮吗 漂亮不漂亮 嗯 精英闪亮的糖葫芦 牢牢吸引住了小朋友的眼球 小朋友们已经等不及了 吃到这个吗 谢谢 这个糖葫芦 还挺好 哪个 我要这个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我的 嗯 完美的 这个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好 这个拿走 你的 你要哪个 我要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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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吧 嗯 好 要哪个呀 脆脆的糖衣包裹上水果 甜甜的味道 让小朋友们吃得好开心 生辣的 好吃吗 吃这个吗 好吃 甜不甜啊 孩子们开心 妈妈们也格外高兴 他们动手将不同食材相互搭配 香蕉 菠萝 草莓 凡是能穿起来的水果都可以尝试搭配 传统的蘸糖方式 无法让不同形状的食材均匀的裹上糖 而糖葫芦鸡的蘸糖方式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妈妈们做的水果糖葫芦 色彩丰富又营养全面 一看一看就有食欲 不过 妈妈们的想象力还不止于此 我这有盐水鸭跟鸡米花 这能穿吗 试试吧 我来个鸡米花 如果说水果的糖葫芦不稀奇 那么盐水鸭 鸡米花 香肠做的鹿食糖葫芦 那可真是闻所未闻 真不知道 这裹上糖衣的盐水鸭会是个什么滋味 以前大家想不到 现在有了糖葫芦鸡 这样神奇的想法能不能实现呢 在高子序的指导下 妈妈们也开始自己动手站堂 自己设计的食材搭配 自己亲手为它们包裹甜蜜 大家吃起来格外香甜 我这弄了一个河腿肠啊 河腿肠的 对啊 对啊 你想尝尝河腿肠的 来 好香啊 对 还有盐水鸭 你尝尝盐水鸭怎么样 好吃吧 这边肉 这边肉 好脆啊 好脆啊 好吃 以前您吃过这样的味道的吗 第一次 第一次 三人家娘的第一次 不仅各种水果 连不规则形状的肉食 同样可以裹上糖衣 这让大家觉得既新奇又好玩 好了 好甜啊 大家纷纷为高子序和他的机器点赞 小朋友们更是好喜欢高叔叔和他的机器 历经不懈努力 高子序终于实现了让普通人做出美味糖葫芦的梦想 不仅熬糖 蘸糖 轻松简便 还可以发挥想象力 设计各种口味 在品尝美味的同时 也增添了趣味性 让糖葫芦这种传统美食 缓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发明人制作的这糖葫芦呢 它比较精巧的地方 在于它这个 蘸糖的这个桶的设计 因为它采用了这个历史结构 同时采用四周加热的方式 用一些电控的方式 精确的可以控制糖酱的温度 这样的话 使这个蘸糖的过程变得非常简洁 但是同时呢 它这个力桶 在人员的安全保护方面 还有一些欠缺的地方 液态的糖是很热的 那么发明人员 我们希望还是在 一些这个防护节目上 在做一些设计 来降低这方面的东西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 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 再一次谢谢冯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 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锡 下期再见 外形酷似百合 营养却高于普通蔬菜 小小的根条加工 为何需要如此庞大的机器 种植千年 为何仍靠土办法加工 发明人投入巨资 却覆水难收 上千斤的黄花菜 为何忍痛丢弃 屡屡碰壁的它 能否坚持到底 它又将如何另辟西径 改变传统加工方式 进行收看外发明 黄花菜干蒸记